完成之後 你看邏輯這些前面都講過啊 OK 那像這一堆東西是錄製下來的 那錄製下來其實你還可以怎麼樣 就按F1去查 查裡面每一個每個屬性 那我後來發現其實 我們只需要 從那個什麼呢 Web Formating 跟Web Table 還有Refresh其他都會砍掉 從Dissignation這個一定要啦 就放哪裡 從這一行以下 到Web Formating 那什麼叫Web Formating 就是那個網頁上面它本身有格式嘛 那你那個格式呢要不要一起帶下來 通常是不要因為如果網路上它那個顏色你全部下來 到Excel感覺會亂亂的 所以通常是什麼啦 把它的那個Formating 改成沒有 沒有的None OK 然後另外Web Table是抓哪一個 另外最後把它抓下來 所以底下這幾個也可以不要 所以其實喔 最後你只要留三行 其他的都可以拿掉 這樣感覺有沒有 突然清爽很多了嘛 對不對 不過喔 當然你要知道刪哪些行 有時候還是 自己要去找答案嘛 那 我怎麼會知道 因為我都會 比如說 Querie Table 按F1 然後你 我前面講過啦 官方都會有官方的文件 但通常都英文的 你可能就是要每一個每一個去看一下 每一個每一個屬性 到底需不需要 不需要就把它刪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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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剩下呢 其實就三行 所以喔 基本上喔 刪完之後 只要 Web Formating需要 格式化清掉 抓哪一個 Table 第五個 然後呢 再把資料呢 Refresh 就是把它抓下來 其他不需要 我記得好像這樣子喔 就可以 把那個網路資料 瞬間 就抓下來就夠了 所以呢 剛剛的部分 我把它全部 再開一個空白的 我試一下 如果我把剛剛那幾行 清掉之後 能不能 按照我的 需要的呢 一樣把它抓下來 有沒有 還OK啊 OK 那當然呢未來 你還可以怎麼樣 就是說 像我們剛剛是刪掉那個 多餘的這些 有沒有 那我們是排序啦 不過我最好是 後面的部分你也可以錄製聚集 然後把它補上 補到後面去 比如說我 重新排序刪掉 然後再來就是說資料剖析 那那些你也可以錄製聚集 所以最後最好可以 達到就是 一鍵就全部搞定 對不對 甚至最後呢 把那個你要的那個統計資料 也最後 最好乾脆列在旁邊 那這樣就更好了 那這個是最終目的 就是什麼都越自動化越好 效率就很高了嘛 什麼事都不用做 不過 後面部分 因為我覺得 這應該你們 可以自己把它補上 所以細節部分呢 請各位回去再試試看 那相關的參考雲端上也有啦 好像我在 雲端上面也有放一個那個 大樂透最後的版本 這個版本的話就是 把所有的東西 像資料剖析也是錄製聚集 然後最後的結果 就是 把什麼呢 把刪除列 把資料剖析 把自動調欄寬 通通加上去 這樣子就一鍵按下去 全部都搞定了 可以最終的版本 不過這個最終版本請各位回去 自己再玩玩看 反正 這個感覺就會 非常的自動化 那未來如果說你將來 網路上有很多網頁需要抓的話 其實你可以寫很多支程式嘛 反正要的時候抓一下 要的時候抓一下 當然呢 以後就可以甚至可以跟 後面的報表 自動串連在一起 這樣的話自動報表就馬上 圖表就馬上產生出來 感覺就會很自動 OK 這樣的話其實做起事來 其實我覺得也蠻有趣的 而且會比較有成就感 不然的話每天都做一些好像感覺把自己當機器一樣 那不是挺 無趣的 OK所以這地方的話 請各位試一下 接下來的話呢我們這部分完成之後 我們再來就是來看那個 下一個單元 檢視與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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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點像是 把Excel 當成是資料庫 如果你要查一點東西的話 有沒有什麼 相關的 這個函數 可以幫我們查到我們要的資料 所以待會請各位 開啟那個 檢視與參照 這個練習 首先的話 切到那個lookup 切到這邊來 那首先第一個問題 各位可以看到 這個範例的話 左邊的部分呢 是指的是資料來源 這邊是資料來源 右邊的部分的話是你要查什麼 那因為我們為了上課方便 我把它放在同一個表 不過理論上很多時候是分開來的 那我要怎麼樣剛好 比如說我今天呢 輸入個編號 他可以到編號裡面幫我查 把他的其他資料 橫向的變成縱向的 OK如果今天輸入004 他就幫我把004 這整個全部撈過來 OK 當然怎麼樣把資料帶過來的方法蠻多的啦 其中的話呢 我們這邊當然有一個用 lookup OK所以你可以怎麼樣這邊 假設005你可以練習就是用那個 檢視與參照 裡面的話 你可以用那個lookup函數 好 那當然呢這個地方你也可以用view函數 也可以用什麼 也可以用index 或indirect 這幾個函數喔 那這幾個函數呢 都是所謂的查詢函數 不過呢最常用到的啦 一定是view函數 不過view函數有個問題喔 就是說呢 如果你查詢的資料 他一定只能夠幫你查D欄喔 也就是編號如果剛好在 像這個是剛好在D欄OK 可是如果你今天要查姓名的話 很抱歉你就不能用 那個view函數來查因為他不在D欄 所以特別注意喔 那如果說他不在D欄的話 你可能就要想到 其他還有什麼lookup函數 或者是index 或indirect 所以 後面的話也許 我們會針對 那view函數大家 比較熟的話 大家講一下 那其他 可能比較不熟 但是你應該要會的函數 稍微說明一下 請各位待會先把這個 練習題先打開 然後把 剛剛的那個大樂透部分呢 做個結結束 喔